记者彭婉新台北报道,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金召开记者会表示,近年警车执勤时遭遇车祸事故有增加的趋势,判能强化警车安全配备,提升远警执勤保障,徐永明并主张采购警车优免关税。 对此财政部关税署表示,行政院若提出修法,将审讯评估配合徐永明金与时代力量桃源市议员参选人刘又龙召开记者会,徐永明在记者会中出示多张。 在台中、花莲等地警察执行追捕或相关勤务过程警车执勤翻副照片,指出2017年远警执勤车祸受伤多达118件,凸显现有警车安全配备不足。 徐永明指出,目前警车安全性能,除国道警车使用安全配备较完整的进口车辆外,其与警车多数配备较较羊追的国产车,他认为,若能修法免除警车关税,让进口警车售价降低,不仅节省预算花费,也能够让地方政府不再因价格高昂,对进口警车望之却步,并能及此提升对基层远警执勤的保障。 徐永明并强调,此举并非替策定警车厂牌宣传,而是从警察勤务及配备角度的需要,出席记者会的官税署署长谢灵源表示,目前警车没有免税规定,对于徐永明主张修法免除警车关税,官务署建议由内政部先提出警用车种的范围,因为警察机关使用的车种范围大, 官税署也会就税制进行审慎评估。 与会的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刘柏良表示,感谢立委关心远警执勤安全提出相关修法主张, 警政署乐观其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发展。